了解德云社的人都知道 张云雷的表姐王慧 也就是德云社的董事长 郭德纲老师的妻子 从小就对张云雷非常照顾 在张云雷出了意外受伤以后 王慧更是亲近所有 帮张云雷治疗 知恩图报的张云雷 在德云社古曲社成立以后 跟着郭德纲夫妻跑前跑后 报答姐姐和姐夫的恩情 12月2号在天津德云社门口 就出现了感人的一幕 郭德纲夫妻还有张云雷 一起冒着寒风 出现在了天津德云社门口 在走进剧场后门的小胡同以后 姐姐王慧走在前面 张云雷马上跟上去 用手搀扶着自己的姐姐一起往前走 可能张云雷怕现场人多 有人冲撞到姐姐 也可能是出于对表姐的敬重 所以上去扶着姐姐走 大家之所以会感动 是因为张云雷之前受伤 走路不变的时候 都是姐姐王慧扶着她走路 如今张云雷身体养好了 就变成了她扶着姐姐走路了 就好像有句话说的那样 以前是你保护我 现在我有能力了 终于可以换成我保护你了 看着张云雷扶着姐姐 一起往德云社走的背影 真是温馨无比 大家都夸张云雷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从德云社鼓曲社开业以来 张云雷每天都跟着郭德纲夫妻 拜访名家排练节目 给学员上课 可以说是劳苦功高 在近日 张云雷的助理也发文连说了三遍 没有盛典 意思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在他的微博底下 张云雷亲自评论说 我最懂 今年我什么盛典都没有参加 在天津排鼓曲 期待我下次的演出吧 这样说 一是提醒粉丝们不要上当受骗 二是可以帮鼓曲社做宣传 也在努力的排练鼓曲 为下次演出做准备 曾经有人说 张云雷并不是郭德纲妻子的亲戚 说他是郭德纲家保姆的孩子 以此来抹黑张云雷 可是如今 你看看张云雷跟郭德纲夫妻的感情 这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只有真正的亲人之间 才会有这种感觉 张云雷知道郭德纲夫妻 是真心疼爱自己 喜欢自己 他也用自己的努力 回报了自己的姐姐和姐夫 张云雷之所以能有这么多人喜欢 就是这份人品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他在北京落难的时候 是姐姐王慧 把他拉回了德云社 改变了他的一生 张云雷说这份恩情 他会用一辈子来报答 这样富有人情味的德云社 演员的业务能力又这么突出 难怪同行们望尘莫及了